可是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手投族 他們的心聲跟他們的困境是什麼呢 就是有兩高一低 高房價高物價但是低薪資 那其實今年有大概108萬的手投族 他們會決定下他們手中 這神聖的一票到底要投給誰 那這些手投族其實坦白說 他們當然也會看說 你給我的福利 或是給我們的政策最好的是什麼 今年以來其實有一票年輕人 他們靠著這個新清安房貸 買下了人生的第一間房子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是今年8月份才上路的政策 他其實就是讓你的貸款額度 拉高到1000萬 然後他也沒有年齡限制 以前有40歲的限制 現在沒有這個年紀限制 而且政府會提供你利率的補貼 寬限期從3年拉長到5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8月上路到11月 4個月就撥貸了1351億 累計幫助了18000名的手購族 但是如果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買房子 其實當中有一些沒沒搞搞 因為3年5年寬限期過了之後 那接下來呢 這部分我們來請教士聰哥 對 沒錯 剛才這個結局提到說 得年輕者得天下 於是各個陣營都提出所謂的 讓青年人買了起房的這個方案 包括說像綠營的就提出 所謂的新清安的這個房貸 藍營的就有侯康貸 當然柯有他所謂 三多利政策等等 我們今天就來講 這個新清安房貸這個部分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已經是在做了一個狀況 如果我們以這個新清安 這個推出到目前為止的 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4個月已經撥款了 大概1300億左右的這個數字 你看 尤其到11月的時候 已經單月就來到了465億 目前為止來說 預估來說今年底 應該有機會達到1800億左右的 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新清安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現在講 這個申請的資格是 你借款人你要年滿18歲 然後你的本人跟配偶 還有這個未成年子女 都沒有自用住宅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新清安來說的話 這個如果你有轉貸 或是說什麼舊清安 這些都不適用 好 那我們就講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優惠 第一個 現在的方案是 你只能夠貸800萬 然後這個公營行庫 是給你減碼半碼的 這個優惠措施 然後貸款前線是30年 然後寬限期是3年左右的數字 但是未來 你可以看到說2023年的8月 也就今年8月起 它整個貸款額度最高 可以貸到1000萬 然後它再加碼到1.5碼 我們過去是公營行庫減半碼 未來是公營行庫減半碼之後 政府再補貼一碼 所以也就是說 可以減到1.5碼左右 然後貸款年限從30年 拉到40年 寬限期是5年的狀況 然後實施的這個期限 是到2026年的7月31號 好 那我們來講 以目前的這個道理 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第一個 新清安推出之後 今年的買房的主力變成是年輕人 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買房的主力 大概都是40歲上下 因為新清安推出之後 年輕人當然是大舉的進場 所以你看 從這個貸款金額的增加 就知道說 年輕人變成是 今年買房的一個主力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用新清安的狀況來說 你可能整體腳的利息會比較高 為什麼整體腳利息會比較高 我們對比這個之前跟之後的一個狀況 你看這個所謂的新清安的一段利息 或是兩段利息 這個情形來說 你看利息差是差蠻多的 以一段式的利息來講的話 你看 新清安是可以1000萬的貸款 是要繳345萬左右的利息 民營銀行是要繳341萬 所以就變成是說你看 會多繳4萬多塊 然後兩段式的利息的時候 可能會多繳13萬多 好 那我們就講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你還是會有面臨到一些風險 什麼風險 第一個 它補貼有所謂的期限 我們就講 補貼可能到2026年就結束了 所以你要趕快去申請 否則到這個截止之後 沒多久就已經沒有額度再申請 搞不好這個爆棚的狀況之下 這個銀行在乘坐的意願到底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會有升息 因為明年看起來的話 是應該會降息的 所以這個升息的壓力 應該不會在這一兩年遇到 但是接下來如果 有升息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對你就相對比較不利 另外就是說 因為這個寬限期 我們講新清安的寬限期 是5年左右這個時間 所以這5年時間一過之後 其實你還是要繳正常的息 我們就講 因為你這個新清安的房貸的 整個息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可能負擔 會相對比較高 不過因為它是總額幫你提高 以前可能你可以只能夠貸800萬 現在可以提高到1000萬 所以對一些手購組來說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好的情形 什麼叫比較好的情形 我們看最近的時候 所謂的三五載就賣得比較好 什麼叫三五載就沒有車位 沒有電梯還有沒有社區管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你貸1000萬 1000萬進來 假設你在自備個 大概約300萬好了 加1300萬的房子 你試想在雙北你可以買怎樣的房子 如果我要買新的房子來說 你大概買不起 但如果這種三五的房子來說 你就可以買比較大的坪數 所以為什麼對年輕人來講 這個反而是他願意去買的一個狀況 另外就是說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銀行對這些 銀行過去一段時間 他對年輕人的貸款條件 都是比較差的 可能就是說你剛出社會 然後你的工作又不穩定 或者說你的目前為止 你的公司 不是這個500大以內 我對你的貸款條件比較差 那這個未來 目前為止給你1000萬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那我買得起 我就買比較低總價 所以目前為止 在整個雙北市場來說的話 就變成低總價 或是老房子 反而是賣得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這就是可能新清單會帶給 未來整個市場的幾個變化 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都要問說 那明年的房價會怎麼樣 因為新清單出來的時候 對明年整體的市場影響是多大 第一個 明年看起來的話應該是降息 那降息來說的話 應該會讓整個大家市場上面的 這個買房的成本會下降 因為你的利率 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 會往下降的一個狀況 所以明年的整體的 整體市況會相對的 比今年要好一點點 但是有一個風險是什麼 因為那房稅2.0 也在最近推出了 那我認為說 在明年的這個氛圍下面 因為可能三檔都不過半 三檔不過半的時候 後來會不會有更多 這種所謂打壓房地產的稅制 會壓制整個房地產的發展 我覺得這是影響比較大的一個狀況